大家好,今天就回來了第二部份的運動迷思 如果你有興趣的就看下去了 我們運動是否一定要長時間才會有效 長過10分鐘,不然就好像生日時間 這個就要視乎你的目的 如果你是以健康來說 其實我們做運動就沒有一定要做最少幾分鐘 才可以得到那個效益 就好像日常生活 有些媽媽要照顧小朋友 很多家務做 其實他們在這項活動裡面 都得到了運動這個效益 就算你做一些很短的3至5分鐘的活動 例如以一些高強度的方式走樓梯 如果那個程度是令你覺得累 或者是可以加快到你的心跳和呼吸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在當中得益 所以就是沒有說一定要做幾長時間的運動 才有效益 但是帶前提 你在做什麼運動 第二條 運動之後其實應不應該吃東西 有看到不少朋友 運動之後都會跟我說 我一個小時內不能吃東西 因為會更肥 更加容易吸收 正確答案運動之後 是一定要吃東西的 不過 當然不是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運動之後我們吃的東西 都是以蛋白質和炭水化合物為主 都是很視乎你做完什麼運動 例如你做完重量訓練 你之後一定要補充蛋白質 當然炭水化合物不是說我會吃一個公仔麵 我說的是吃一些有營養 真的健康的東西 如果我們身體拿不到這個足夠的營養 是會減低我們肌肉的復原能力 就等於你之前做多少的workout都是白費的 所以大家做完運動 可能不想吃那麼多的 你喝一杯protein drink 又或者煮一些smoothie 一樣都給你足夠的補充 第三條 小食多餐是不是一定是好的呢 應該這樣說 我們小食多餐的目的 就是令到我們的腸胃不斷地工作 可以加速到我們新陳代謝 控制我們胰島素的分泌 從而去降低我們的飢餓感 不要吃那麼多 其實是對的 這個進食的頻率其實是因人而異的 有些人會覺得好work 有些人反而是變成了多食多餐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位置 focus回那個份量 而不是我們飲食那個廁所 小食多餐會令到我們一直 處於在一個不覺得餓的狀態裡面 還可以避免因為我們餓得太久 進餐那個相距時間太長 而令到我們肚餓之後會 暴飲暴食這個情況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將那個focus位置 放在我們那個食物份量 而不是那個進食次數 如果我一天分四至五餐 但我還是依然在吃 和你之前差不多份量的東西的話 那就麻煩了 什麼了啊 如果你覺得小食多餐 對你來說是有效的 留意你們calories的攝取量 不如說說哪一類人是適合小食多餐 如果你本身胃口不太好 如果你一天吃三餐的話 可能會容易令到你覺得更加累 相反小食多餐 是可以令到你的血糖穩定些 容易些去維持我們日常的能量 如果你是有糖尿病又或者是低血糖的話 長時間不吃東西是容易令到你出現頭暈 又或者身體不舒服這些問題 你都可以試一下小食多餐這個方法 保持回你身體的能量 如果你是要經常出去工作 吃無定時又或者沒有一個固定休息時間的朋友 小食多餐對於你們這一類這麼自由的朋友 是很適合的 哪一類人適合一日三餐 如果你是一些停不了後的人 嘩正啊 小食多餐有機會令你越吃越多 很害怕 所以一些有規律和容易控制的一日三餐 是比較適合你的 如果你是進行一個減肥計劃 你可能因為已經在減你的卡路里攝取 其實很難再將卡路里分幾餐再進食 例如如果你一日只可以定自己吃1500卡路里 那我又要分五餐 五餐裡面就是每餐只可以吃300卡路里 其實選擇不多和難度都很高 如果你是剛剛我說的兩類朋友 一日三餐這個計劃是會更加適合你的 說到底其實減肥不在於我們吃多少餐 而是我們吃多少份量 我們應該跟隨我們身體意願和生活習慣 去設定一個適合自己的飲食習慣 最後就是我們是不是出汗越多 就代表我們的效果就越好呢 一般人都會覺得流汗得越多 那我們消耗的熱量或者calories就會越多 其實它是一個誤解來的 講來聽下 做運動流汗的目的是令到我們身體散熱 其實是跟燃燒這個熱量或者calories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 在我們做運動消耗熱量的時候 身體會產生熱能 就好像你的車排熱一樣 流汗其實就是藉著我們的身體 由一些汗水 把我們體內的熱氣排出體外 如果你做的那個運動強度是不高 又或者時間不短 但是都可以令到你不斷發聲流汗的話 都不會令到你燃燒到更加多的熱量 有些朋友可能做運動不太出汗 其實不等於你整個workout是沒有用的 記得大家出完汗就一定要補充水份 因為我們的運動排汗量 是跟我們那個環境的溫度 是有很大的密切的關係 就算運動強度和你做的時間是一樣 在另一個熱一點的環境下做 產生的熱能是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流的汗都會比較多 我們流汗是散溫的 這兩部分的運動迷思就完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未subscribe的就記得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